今天呢 我们将迎来一位 我们大家熟悉的 最强大脑的老朋友 他就是本节目的 最强激励官 李宇春 杨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久经消过毒了 李宇春其实对这个节目 你不陌生 我记得在第三季的时候 你参加这个节目 见证了脑王的诞生 是的 所以今天回到这个舞台上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次我知道那个赛制 又有很多的改变 然后有非常多的悬念 然后压力也很大 所以也非常期待 可以在现场 可以来感受这样的一些魅力 这一次 不一样的最强大脑的舞台上 你想看到什么样的大脑 其实在我看来 人的大脑像一个精密的仪器 我自己是认为还有很多 未开发的空间的 所以我觉得不断地去突破 然后去挑战 应该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最强大脑吧 好 请就诺 其实梁毅啊我想他就是他看起来好像有那两期吧是最初始的两期对啊就是刚才一说就是我们嘉宾也要灭圈嘛就是什么 雨晨 参加比赛如果没有那样的一个赛制的话它又好像不是一个比赛 因为我今天这个身份是激励官嘛 对激励一下对 我的任务吧就是来给大家加加油然后激励一下 那另外一方面说真的就是 特别开心 特别荣幸地来到最强大脑的舞台上面就是因为我也很想在这个舞台上面看到人类的一些智慧一些闪光点 也是给我的一个激励 哎呀 这句话讲得太好了 有时候当我们激励别人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需要被激励 这就是生活的希望 壁圈层今天是一个应该叫做羡慕之战吧 我觉得就是就只能放手一搏 其实最强大脑很多项目它是结合了人文 我觉得特别好看 春春的新作品好像其实也跟这个新诗是有关的对不对 是的 是的 其实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诗 然后通过音乐这样的一个载体 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去感受到 而且其实这次在这个透过这个项目 哎呦 两位这个是特别设计的是吗 对 其实我们也是专门想把我们的项目 和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呀文学艺术相结合 那我结合动画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项目的难度 实际上是在768个头 所以它也不是六个面都有字 它是其中三个面有字 它有一个背面就不是字了 你看他们有的人是一个人坐一桌 对 有的人是几个人小组学习 戴老师 又比划了 这也很认真了这一次 我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来着 他说我又苟住了一期 苟住了一期 赖活着呗 对对对 赖活着 这个项目是考验空间力的吗 举博员 我觉得他们最强的地方就是在压力之下 还能够形成学习的方法 对 为什么歌手很多人还是很喜欢直播的感觉 就是因为他是会很紧张 但是那个紧张之下你有可能又爆发一些 你平时都不可能爆发出来的东西 会有激励 对 我自己现在开个人演唱会也还紧张 尤其是就是大屏没有打开的时候是全黑的嘛 然后如果那个时间很长 观众又喊得很大声 对 你其实是那一期感受可以感受心跳的 对 很煎熬那会儿 而且随着你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能力越来越强 大家对你的期待值越来越高 你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对 所以我们说那个压力 其实都是别人给的 其实真的你放开了什么都没有 但实际上你就很难真的在那个情况下 你就很难逃避 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对 他们现在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压力 一个是找方法 第二还要快 这个学生很残酷 就留三个 他这一身口对其他人影响也很大 当然了 心理压力巨大 好吗 二名已产生 就一个名额了 这13位选手 这场比赛吧 在人生数十年 而且我为什么一直 愿意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真的很触动 因为人生也会有很多的怀疑困惑 但是你究竟是止步于前 还是勇敢地去迈出那一步 即便那个答案不太准确 但是我也是要去试错 也是要迈出那一步去找寻 某一个阶段 我自己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 会有一些怀疑自己 有一些对自己的不确定 但我觉得今天他们给了我勇气 宇春讲得非常好 激励从来不是单向的 而是互相的 不放出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接下来 你们将有机会 如果你要选 宇春 我的建议就是我没有建议 因为刚开始 按照我的心性 我一定会去挑战S圈嘛 对吧 对啊 所以春春是你的话 你就会选择S 那个只是意气一下 意气 还是要认真考虑一下 刚才春春和薛教授 都有一种意气在里边 但是我还是想跟三位选手 比较理性地分析一下 如果他不去挑战S圈程 无形中就叫别人成全他 我觉得他会去的 但是看他之前跟我说的什么 又苟住一期那种感觉 可能他是比较务实的人 没准会觉得我要选A的话 还能下一期再说 但是你 你怎么都得有点担当啊 对啊 不然他的队友 要把队友推上去 我觉得不太可能 他不选A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我主要是这个 就算面对这个 孝涵还是不要被他们鼓动了 宇春我看到你的表情啊 你想到吗 没有 完全没有 那两个 其实 提到那个鲁斑立方 对 立方体上是对称的 所以他每一层的那个 他就要现场去推理 我觉得可以在试炼间也给 那春春要去吗 试炼间给他们增加难度 我去吗 可以啊 春春是激励官嘛 就是要给他们多点压力 激励一下他们 好 这里呢有几个 四个基础块 构成的一型块 我要带几块 你带两块 就是说你都选两个这个方块 一人给一个 还是选这个 你选哪个 那我选方块吧 感觉上方块会比较简单一点吧 方块不一定容易 所以这是男的 就拿男的呀 那我会不会很讨厌 这是激励他们 试炼间开启了 李宇春到了 李宇春到了 你们好 两位选手请注意 你们将同时开始挑战 完成后请按下自己面前的计时器 率先拼出完整金字塔获胜 你们了解吗 了解了 试炼开始 李宇春做科著很专业啊 他也很认真啊 你看 你说春春在边上 这两个选手 会不会压力更大 也不一定 可能会更有那些个 动力 动力 对 好 两位请暂停作答 我会根据导演组给我的任务 我会根据导演组给我的任务 然后来增加你们的一次突发难度 我会根据导演组给我的任务 然后来增加你们的一次突发难度 在试炼间的时候呢 春春他把我们一块拼图 换成了一个四边形 换了以后就是很难拼出来的 十分钟的试炼时间结束 两位选手均未完成 只是春春说给他们换了一块 我们刚才是在观察间观察 但是春春呢 是直接到了试炼间 所以其实我是想听听 春春有什么感受 考验我比较大 对 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 彼此之间有那个保留实力的 打算 其中有一位选手 他其实已经快拼成了 从我的角度 他只差一块就快拼成了 那一桌你已经看到答案了 而他不放上去吗 对 哪个人这么尖壮 黑的 白的 我们通常说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我就不让你知道我 也是一种策略和方法 嗯 但我觉得这一场 特别有意思的是杨逸 太厉害了 海天黄罗角真闷 其实我刚刚有仔细地观察杨逸 因为我并不清楚之前的比赛嘛 所以桃子姐和学校的时候 都没有太看好杨逸 但是我却发现她很放松 然后有一种越战越勇的感觉 所以你还是看好她 说不定你看人很准啊 我还好吧 郭麒麟看人也很准啦 你点的就是 宋家昌和许伯远 反向预言家 对对 反向预测 宇春有什么建议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一切都有可能 对 所以我就简单粗暴为孝涵 加油 加油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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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宇春 我觉得还是期待吧 期待比赛对 好 和动画再给大家详细的 看起来有点像地雷 周围已经有 玩起来 很难 还是有难度的 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 左边是目标图形 右边是你的作答界面 原辅导在线教育 全国累计用户突破4亿大脑 红垮题目 我是把这个变黑了 可是别的也变了 对 我觉得宇春很喜欢做题 怎么样 有戏吗 有点 暴跳如雷 这个呢 是给了你们一道 比较简单的题 因为看起来简单 其实也不容易 而且 隐藏目标图形 然后去作答 我会把咱俩这个对话的意思 再观察一下他们做的 基本开始 厉害 猜到了 我真觉得 让你的脑子再动起来 因为很多年 我的工作可能主要用左脑可能 左脑是什么 语言 语言 对 用脑是空间想象 对 对 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连续要打对舞棋 但是他又有时间的限制 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没错 我觉得这个压力是挺大的 是 惊风 从头开始 挡了 对 半炒饭 怎么吃 都 来 宇晨 我是感觉就是 好像看了一场 看似非常安静的 但实际上 很刀光剑影的一个比赛 其实两位 我觉得思路上面 没有说差很多 我觉得还是一个速度上面 有一点点差别 诶 比赛就是这样 几千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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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